大家 晚上好 平安 时间过得很快 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在我们 还是忙忙碌碌的时候呢 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 我想请问大家 在这一个星期里面 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吗 有吗 没有 有时候没有是我们感谢主了 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非常平淡的时候呢 我们又会埋怨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是 就是日复一日 月复一月 这样我们把我们大部分的生命呢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劳碌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或者是妈妈们也是在 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家里面 然后呢 学生们也是把他们很多时间 就花在学校他们的学业 好像就是有考不完的事 做工的好像有做不完的这些的工作 老板永远都是有他新的一个的吩咐 然后妈妈们呢 好像家里面的家务 永远都做不完 但是呢 就是非常的锁碎这些的事情 使得我们有时候会感叹 甚至会觉得 甚至会埋怨一下 哎呀 我们的生活呢 真的是太过平淡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 上帝就说 你觉得平淡吗 就给你一点的风浪一下了 但是给我们一点风浪的时候呢 我们又顶不顺了 好不好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很难搞啊 哎呀 我们真的是难搞 平淡的时候呢 我们又埋怨 哎呀 太过的险 太过的无聊 上帝给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点点的风浪的时候 我们又好像承受不住的一个的情况 但是 让我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宣告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 我们的生命呢 都看起来很平淡 很平凡 但是呢 引领我们前进的这个上帝呢 肯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的上帝 Amen 我们感谢神 各位 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在一两个月前我就跟大家说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的悦拿书 悦拿书呢 不算长 只有四章的经文 而且每一章的经文也不算长 哎 时间真过得很快 然后来到今天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章 讲完了今天第四章 我们感谢神 我们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的 先祭一个的祭物 摆在神的面前 至少呢 在圣经里面 六十六卷的书里面 我们很有系统的 然后我们能够深入 我们又能够浅出的 去理解这六十六卷书的其中一卷 然后呢 我们能够 我相信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面 我们跟随神的时候 我们跟随这个不平凡的神的时候呢 这一卷书 悦拿书 悦拿跟上帝之间的这个的互动呢 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让我们的信心呢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正如刚才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 这个的圣餐呢 当我们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在生命里面 跟我们这个神 跟为我们死神流血的这个耶稣呢 我们有了一个生命里面 一个完全连结 没有任何事情 没有任何人 甚至撒旦魔鬼都不能够破除的一个阻力的一个的关系 我们感谢神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里面 葡萄树跟枝子呢 就是有一个没有无可分割的一个声音的关联 我们为着这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 我们感谢神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在祢面前 我们在祢面前 宣告祢是一个不平凡的上帝 就在我们感觉我们的生命好像平凡的时候 祢总在前面引领我们 虽然偶然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有一些的波浪 但是也让我们学像这个世人 他说即使我的生命行在死因的幽谷里面 祢也必与我们同行 祢的仗 祢的干都引领我们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奉耶稣的名 我们来口唱信和 我们将最高的荣耀归给祢的时候 接着我们的歌声 接着我们的祷告 跟接着我们的生餐 特别是我们领受生餐的时候 耶稣基督这个拯救 复活的生命就成就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再一次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死遇害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把我们的生命 向保罗劝勉我们的 向生命当作一个活的基物 陷在你们面前 即使就是在我们离开这个的会所 我们结束今天的这个的崇拜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祢的福活的生命 依然在我们当中 随着我们回到我们的家 回到我们的职场 回到我们的学校 让我们成为一个 能够为主做美好见证的一个人 求主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在即将要打开传讲 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我们向你来呼唤 圣灵来充满我们 圣灵来浇灌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各位正如我的习惯 我要请大家把圣经打开 请你打开悦拿书第四章 当然我知道悦拿书 短短的这一卷的先知书 在这么厚的圣经里面 的确是很难找 但是不用紧张 你就慢慢打开神的话语 神的祝福 就在祂的话语当中 我们肯定不是在比赛 不是在比赛 谁翻圣经比较快 谁就是灵命比较厉害 绝对不是 不管快 不管慢 让我们凭着信心 把神的话语打开 我们去看 我们去读 我们去聆听 并且我们恳求 主把祂的话语 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 约拿书第四章 让我读给大家听 这次约拿大大不悦 很不爽 而且神发怒就祷告 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够这样说吗 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并且后悔 不将所说的灾 所以我急速逃往祂市去 耶和华 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吗 因为我死了 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 你这样发怒 何复你吗 于是愿拿出城 坐在城的东边 在那里为自己 当了一座棚 坐在棚的印象 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上帝就安排 一颗的匹马 使其发生高过悦拿 因而挚盖他的头 救他脱离苦楚 悦拿因这可匹马 大大喜乐 吃了黎明 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 咬着匹马 以致枯干 热头出来的时候 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 热头爆晒悦拿的头 使他化昏 他就为自己求死 说我死了 比活着更好 上帝的悦拿说 你因这颗匹马 发怒合护理吗 他说 我发怒以至于死 都合护理 耶和华说 这匹马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伤且爱惜 何况这林里为大臣 其中不能分辨 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的信处 我岂能不爱惜吗 各位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就是从 悦拿书第一章 来到最后一章 第四章了 我们也能够看到 悦拿的情绪 从第一章来到第四章的时候 达到一个的高峰 但是他这个的情绪 不是那种荣耀赞美神的情绪 不是那种乐观的情绪 不是那种正面喜乐的情绪 不是那种我们所说的 正能量的那种的情绪 却是他的那种苦毒 他的怒气 他的那种的 那种的 negative 那种的消极呢 就在这个第四章里面 达到最高峰 各位我们也能够看到 悦拿跟上帝的关系 也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 是来到一个 最高峰的一个时刻 哎呀你说 悦拿向上帝来生气我 悦拿来投诉上帝我 好像在这样的一个negative 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 好像应该是 跟上帝的关系更离开的嘛 但是却不是我 我们却看到呢 上帝却更加的与他亲近 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的讲题 贴近神的心堂 各位不管我们的生命里面 发生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埋怨上帝 我们说上帝啊 为什么让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 发生在我的家人里面 有时我们生气这个人 有时我们生气那个人 我们什么时候生气到一个地步 我们不想再来教会 我不要看到这个 我不要看到那个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上帝 在借做这样的发生的事情呢 引领我们更加的与他亲近 关键在于 我们有没有摸着他的心 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愿意 真的是很真诚的 是啊我不爽 是啊我很多的苦毒 是啊我很多的不甘心 是啊我有很多令我很伤心的事情 上帝你知道吗 上帝从来不怕我们向他投诉 其实除了愿啊 当我们翻翻一下诗篇 当我们翻翻一下那些其他的先知书 我们也时常看到这些的神的仆人 向上帝来投诉的 但是当他们向上帝来投诉的时候 他们愿意有一个聆听上帝的心 他们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 他们愿意借着跟上帝这样的一个摔跤 他们愿意更认识上帝 上帝也要得着他们 所以各位呢 我们进入这个愿南书第四章里面 我们来看看 当这个愿南跟上帝这个互动 他们之间的对话 以至于今天我们也能够学习到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 当然我们祈求神 不要让我们经历太大的风浪 即使是很平凡的时候 即使一个小小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体贴神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生命 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 我们的信心能够刚强起来 我们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情 我们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 Warren Westby 牧师 博士 他是美国 一个很背受人尊敬的一个牧师 一个的学者 他被称为牧师当中的牧师 因为他写过了很多很多的书 超过150本 就是关于到圣经的这些的事情 关于到怎么样研究圣经 帮助了很多的牧师 来预备他们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做这个牧养 和做这个教导的工作 他曾经这样评论 越南书第四章 他这么说 如果越南书在第三章 最后一节就结束的话 所以你就看 第三章最后一节是什么 各位 这个就是我要你打开圣经的缘故了 第三章最后一节 耶和华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二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债货 降于你们了 这个Warren Raspi 牧师说 如果越南书就停在这边 就在这边结束的话呢 越南书是一个 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一个的宣誓 他是一个 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 最伟大的 一个宣教的一个的人 各位他宣告了一个很短很短的信息 第三章上一次两个礼拜前 我们来查考过的 我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他的信息很短 透共解尿的 只有五个字罢了 在原来的文字里面 但是这么短的一个信息呢 就使到全城 泥泥为成 六十万人 转向 归向 这一个耶和华上帝 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 这个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 却在很不可能的情况里面 变成可能 而且发生 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的成就 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的神迹 如果越南书就停在这边 好像就是一个 欢喜快乐 或者皆大欢喜的一个的结局 一个的大结局 然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呢 不看外在的事情 上帝不看我们的侍奉 有多大的果效 上帝不看我们做的事情 有多大的成就 上帝是要看我们内心啊 其实上帝就是要我们 在侍奉他的时候 要我们的内心呢 是怎样的来跟他同行 于是父呢 就有了第四章 这第四章的经文 很真实的反映了 或者是暴露了 这个的先知 在他跟神同行的时候 他那种的心态 而神呢 就是要为着他这种的心态呢 来挽回他 来使到他更加贴近 上帝自己的心意 上帝自己的心肠 这个Warren Westby牧师 他继续说 他说如果在第一章里面 在第一章里面 越南就像那个 耶稣在路加福音 讲的那个的比喻 就是那个浪子的比喻 他说如果是第一章 这个的越南呢 其实就很像 那个浪子的比喻 的那一个浪子 这个浪子 很固执的 不愿意听爸爸的话 他很固执的 要做自己的东西 他很固执的 要走自己的路 他省着的得罪 或者是使到他爸爸伤心 你还记得越南书第一章吗 就是三地吩咐 这个越南 你去这个尼尼为大臣 去向他们传讲 我向你传讲的事情 但是越南却不愿意去 他固执的不要去 他说我要逃往他市去 你叫我向东 我一片片要向西 你要我去那边 我要逃到天涯海角那边去 第一章的事情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来到第二章 他怎么样在鱼的肚子里面 向神苦苦的哀求 神求你救我 等等等等 上帝就拯救他 他在那个祷告里面 他宣告了一个很伟大的 一个的救恩的宣告 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 然后来到第三章 就是上一次我们所谈的 如果第一章里面 这个愿就好像是那个的浪子 在第二章第三章 他浪子回头 这个浪子重新回到他爸爸的家 他爸爸远远的看到他就抱住他 亲他 来人把他换上新的衣服 来人把鞋子给他穿 来人把那个象征儿子的 那个权柄的 那个象征那个的戒指 戴在他的手指上 这个爸爸抱他 不嫌弃他身上有那个 猪的大便的味道 猪呢 是犹太人 最不喜欢的 但是呢 来到的第四章 这个浪子回头的越南 不然间摇身一变 变成那个比喻里面 那个浪子的哥哥 很多时候在浪子的比喻里面 我们把太多的焦点 放在这个浪子那边 哇他生命的那个改变 我们却副列了 其实这个比喻最后呢 那个的重点焦点 是落在那个哥哥的 当这个爸爸欢天喜地 哇我的这个儿子 是真的是 试而复得的 我们大家一起开一个party 来庆祝他 这次的悔改回来 但是这个比喻最后就讲到 那个的哥哥 不愿意去参加这个party 这个哥哥 不会因为这个弟弟 平平安安的回来 也悔改了 他心里面高兴 他反而觉得心中 有很多的不满 有很多的批判 有很多的苦度 就像这个旧约约书里面 这个约约 各位呢 我们很认真的去看 第四章里面 神怎么样引导 这个闹情绪的 这个的限制 这个约约书第四章呢 也许能够成为我们 学习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跟随主 我们跟主有一个的 一个的交流 我们跟主有一个的 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学习 怎么样聆听 上帝的心跳 各位 当你要聆听 你的爱人的心跳的时候 你必须把你的耳朵 贴在他的胸膛里面 那个是一个非常亲密的 一个的动作 今天神也邀请我们 他说孩子们啊 请你来贴近我的胸膛 来听听我的 这个的心跳 好吧 我们就进入 这个经文里面的 第一节到第四节 你看到这个的图画 这个的先着 紧握着拳头 向着这个天啊 向着这个上帝啊 来投诉 complain 第一节到第四节 在这个第一节里面 你就这么说了 这是怨拿 大大不悦 一些的翻译 这件事情使到怨拿 非常的不高兴 甚至犯怒生气 什么事情呢 就是第三章了 第三章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们要大开神经来看 第三章就是讲到 这个全城的尼尼为人 从这个的君王 直到平民老百姓 从老人家 直到那个最小的 他的孩子 全部都悔改了 这个真的是历史上 一个轰轰烈烈的 一个全体群族 悔改的一次的神迹啊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应该高兴啊 应该快乐啊 应该赞美啊 应该敬拜啊 应该归荣耀给神啊 但是呢 这个怨拿 却落在相反的 一个的情绪里面 他非常不爽 圣经说他就祷告 其实不是祷告啦 你看他的 讲的话的内容 他是向神来抗议啊 第二节 他那边说 燕华 我在本国的时候 岂不是这么说吗 你是 有恩典 有怜悯的三弟 不轻易放入 有丰盛的慈爱 而且后悔不将 所说的在 所以我急急逃往 他失去啊 他就是说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三弟啊 我在第一章那边 我逃往他失去 是完全有理由的 你根本都不需要 用到我吗 你原本就是一个 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放入 有丰盛慈爱的三弟吗 所以他说 我在本国的时候 我不是这样讲吗 所以我逃往他失去 是有我完全的理由的 我早知道 你就是心软 我早知道呢 你就是要救这般人 所以呢 其实我是不必来的 反而现在我来了 我来了 你叫我宣告 如果不悔改 就会有上帝所将的祸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你大显慈爱 好人你做到完 坏人就是我做 这个的祷告 第二节的祷告 他所表达的 就是这样 他说我现在很丢脸 全城的人欢喜快乐 我这个 他们看来的外国人 我真的非常的丢脸 所以神啊 你拿去我的生命吧 我快快死掉 算了了 我真的是生不如死 各位在圣经里面 至少有另外两个的 神的仆人 向神来求死 神啊你拿去我的生命 我死了比活着更好 谁啊 摩西 是一个 第二个是以利亚 他们看摩西以利亚 还有越南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 其实就是他们在 侍奉神的时候 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呢 以至于他们人心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情绪 而且是三个里面 我们也同样看到 神并没有责备他们 神反而呢 用他无比的慈爱 无比的忍耐 无比的温柔 挽回他们 不单只挽回他们 他还帮 摩西 以利亚 越南 做这个心理辅导 使他们 这个的 很苦涂的情绪 把他们挽回 当这个越南说 我快快死掉 算了 我真的是 生不如死 各位当我们 读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不仅会问 哇 有这么严重呢 本来应该是 大师庆祝的 本来是 欢天喜地的美事 现在却变成 一个要生要死的 一件的事情 所以很显然 这个越南 完全摸不透 上帝的心意 他完全不知道 上帝在想什么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自己 当我们把自己的 个人的德跟死 失去的事 当我们把我们个人的 荣耀跟耻辱 看得很重的时候 或者是只看到 单单只看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 摸不着上帝的心意 我们心中的苦涂 我们心中的不满 我们心中的怒气 就会越来越累积 越来越累积 以至于 后来我们可能就 非常像越南这样 像神无你取闹 越南不是无你取闹吗 我们回想一下 他在最糟糕的时候 在最糟糕的时候呢 他向上帝 发出一个求救的 一个的祷告 然而却在上帝 大显荣耀的 那个的出景里面 在全部人都悔改 神大大工作的地方 他做了最坏的一个祷告 在第一个祷告当中 他呼求神拯救他 他在鱼的肚子里面 非常狼狈 最糟糕的出景 他呼求神拯救他 他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 后来神就吩咐鱼 把他吐在这个的干地上 岸边 海岸边 他经历了神的拯救 他感恩 他欢喜 他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 然后在尼尼维呢 在尼尼维 他却因为尼尼维 经历了 他所宣告的这个 救恩出于耶和华 救恩出于耶和华 因应 他却非常的生气 你说不是无理取道吗 这个人到底是怎样 但是无论如何 各位 愿哪是一个先知 是神亲自所护照的 先知 自然我们对他的那个的期望 或者我们对他的一个的认识 就是先知嘛 他应该就是很认识神的 先知呢 他拥有最正确 最正统的神学 是啊 你看 他所宣告的 耶和华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上帝 不轻易发露 有丰盛的慈爱 这真正就是最正统 最正确的一个神学的宣告 你知道吗 耶和华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上帝 不轻易发露 有丰盛的恩典 这个 这一句话 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 在圣经里面的哪里呢 就是当上帝在西乃山 跟那些以色列人 就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立约 我做你们的上帝 你做我的子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呢 上帝就在那边 自己介绍自己 宣告 我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露的上帝 后来呢 在圣经不同的地方 都多次的出现 用这个来描写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露 有丰盛慈爱的一个上帝 耶和华知道啊 但是各位 即使我们拥有最正确的神学 我们对圣经有最测透的 一个的认识 不一定保证 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心 我们继续来看 在越南的这个苦毒的祷告当中 他就说 我不是说了吗 我本来不需要来的 你就要我来 各位 如果我们忽略了 我们没有去明白恩典 的这个的意思 耶和华是一个 有恩典 有怜悯的上帝 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恩典 最正统 最正确的神学 不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 反而使到我们更加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 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很认真的去思考 这个恩典的意思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是我不配的 无论我做什么都好 都不配的 但是神白白给我 今天既然我们白白 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 我们也要白白的 跟别人分享 是不是应该 我们也要白白的 去饶恕 接纳那些 得罪我们的人 上帝说 如果你不饶恕 你的弟兄 你不饶恕 你的姐妹 上帝也不饶恕 因为你不明白 恩典的意思 所以上帝就要帮助 这个的愿 去明白 什么是恩典 各位 我们为这那些 没有得着救恩的人 我们为他着急 我们也许对圣经很熟悉 我们听了很多年的道 但是我们有真正 摸着上帝的心吗 我们用什么心态 来做门徒呢 是得阔且过吗 还是我们要做一个 主的精兵 我要为主发光 我要为主做一些的事情 我们对传福音 我们对关怀 我们圣殿那些 弱势的群体 我们有那种的热心吗 我们有那种的拨欠吗 盼望 越南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 再次的提醒我们 所以就在面对这个越南 而他自以为是的 这个抗议 投诉 还有他很生气 神只回他一句话 神就问他 你这样发怒 和服你吗 就是你这样生气 他对不对啊 神没有立刻非常严肃地审判他 我们实际上想象神是一个 很严肃的老人家 拿着疼鞭 一步听话鞭 一步听话鞭 不是哦 这边却让我们看到 神是有无比的慈爱 无比的忍耐 无比的包容 他只问这个越南 你这样生气 对不对啊 他是引导越南去 面对越南自己内心的 那个的拒绝 我们的孩子不听话 是不是我们立刻就变他 罚他 还是我们抱住他 告诉他 你这样生气 你这个情绪我明白 我们认同他的情绪 但是我们不认同他的行为 我们认同他的情绪的时候 你这样发怒 好 想一下 对不对呢 越南就没有回答神 第五节到第九节 越南不回答 第五节就说呢 他很生气 他就离开了这个泥泥围城 但是呢 他又没有完全地离开我 他离开了这个泥泥围城 这个他不喜欢的这个城市 里面有很多他不喜欢的人 但是他却不是头也不回的一走了之我 圣经就说呢 他就去到了这个城的东边不远的地方 为自己搭了一座的棚 他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显示呢 他准备带上至少一阵子的 他是什么目的呢 他就坐在这个棚里面 他就要看 这个泥泥围城里面的人 还有这个泥泥围城 最终的命运是怎么样 他要看看神有没有因为他的抗议 然后神就说 哎呀好了 我就审判他们 他就是好像一个小孩子 在shopping center 因为要朝爸爸妈妈买一样 他想要的东西玩具也好 在那边大叫大闹 躺在地上 在那边断脚 我看到有几个人有点笑 因为你小时候也出过这一招 对吗 耶娜就像这样 在那边吵在那边闹 他威胁上帝 他发狠话 以死来威胁上帝 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 你既然要他们活 你就拿去我的生命 他要神按照他很狭窄的心胸 来审判他的敌人 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讲过 七星迷离为人 就是以色列人 越南就是以色列人 的一个很强大的仇敌 越南呢 在这个第五节到第九节里面 他第二次离开他的服事 第一次就是在第一章 他就像那个浪子的哥哥 弟弟悔改了 他回来了 老爸欢天喜地 全家人都高兴 开派对 那个浪子的哥哥就赌气 不要进去家里面 站在家门外 就像这个越南 在这个淋漓围城的外面 他不肯去跟这些得救的人 一起敬拜 赞美 欢庆上帝的拯救 各位 越南呢 总以一种保持距离的心态 面对他的服事 怎么保持距离啊 就让我们想起以前 COVID最高峰的时候 Keep a distance 一定要有一个distance 去要买东西 要排队 也要有一个distance 各方面都有一个distance 他就是这样 从第一章来到第四章 他的服事呢 还有他对于服事的人呢 他都是保持一个距离的 保持一个距离 第一章 他不肯去 第三章 他勉强去 却偷工减料 第四章 他离开 他不委身 他没有热忱 他冷漠 他不要绑身 各位 因为当我们 把我们的情感 投入于一个关系里面 神的家的关系 跟中弟兄姐妹的关系 我们把我们的情感 时间精神 投注于一个的事风里面 其实我们 是在冒一个险 冒这个险呢 是什么呢 我们是有被伤害的 可能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就保持一个距离了 与侧安全 但是各位 我们想一想 如果上帝 跟我们保持距离啊 就没有耶稣基督 到承诺身 来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钉十字架 拯救这个救恩 这个圣洁的上帝 本来有千百万个理由 跟我们这些罪人 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啊 但是他却是 亲身 来到我们当中 用最卑微 最痛苦的方式 走我们人生走的路 然后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 我们有什么理由 跟上帝的工作 跟上帝的家 跟上帝家里面的 这些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持距离呢 我们要尾声 投入在里面 所以神就用一连串的 这个的行动 来引导这个愿 慢慢慢慢贴近他的心 因此呢 在第六节到第八节 在第六节到第八节呢 就出现了一个字 重复的 就是安排 安排就是神用他的主权 神用他的能力 主动的做了一些事情 来引导越南的 慢慢慢慢的 来体会上帝的心 第六节 那边说呢 上帝就安排了一个匹马 匹马是一种爬藤的植物 它可以长得很快 而且它的叶子很大 所以当时神就行了一个神迹 这个匹马是它长得很快 长得很快也没有 一天就长到最大了 但是这边是神的一个神迹 一月之间就长大了 然后就盖满了这个愿 大的那个盆 使到愿在里面 称心如意 因为这个挡了 挡了这个炎热的太阳 第七节 第七节呢 神就安排了一个的虫子 来咬这个的匹马 当这个越南在这个匹马里面 享受就是婴凉 然后挡住这个大太阳的时候 圣经说了 他因这个匹马大大喜乐 哇 越南的情绪变得够快了 我们时常说 哇 女人的心情好像天气 哇 一直很容易变 我只是引用罢了 我没有赞同 我先强调一下 但是你看越南变得更快 之前还大大不越 省着翻路 省着要去死 现在大大欢喜 因为神给了他一个aircoin 但是来到第七节 当这个神 安排了一个虫子 咬这个匹马 匹马就立刻固死了 固死了 当然就不能挡那个的太阳了 不单止如此 第八节 当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呢 神还安排炎热的东风 从东边吹来的 是从东边沙漠 炎热的沙漠那边吹来的 在圣经有不同的地方 曾经描述这种的热 当这个炎热的东风 从沙漠吹过来的时候 一吹过的时候 那那草都会固干的 那个水的泉源都会固干的 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的 在以西节书 在和西亚书 所以当这个炎的东风 这样一吹来的时候 又没有这个aircoin了 又没有挡太阳的了 这个的真正的热风吹来 热到这个月就要混过去了 他在很不舒服的时候 他觉得神你在玩我 他就第二次很苦毒的 向神说 我死了 比活着更好 神在耍 或者神在玩这个月哪吗 当然不是 神是要月哪 亲身去经历一些东西 以至月哪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 能够从这个极度的 负面的情绪里面 他去反省 所以月哪第二次 说这种夫妻话 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你觉得月哪 是真的要死吗 不死啊 无论是第一次 他说要死 还有第二次 如果他真正要死 他就不会搭一座棚 在那边 要看发生什么事情 同样的 神也再次问他 你因这个匹马发怒 对不对呢 神没有立刻跟他讲道理 立刻跟他 现在你要注意 你的这个情绪 有三点 我要提醒你 第一点 第一点下面有三个小点 没有 上帝认同 知道他这样的一个情绪 所以上帝就问他 你这样的一个 发怒对不对呢 这个是神第二次 对这个蛮不讲理的 这个愿 发出同样的一个问题 当神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是在一个极度的自我克制 极度的忍耐 极度的慈爱里面 要去挽回这个的限制 只不过第一次 越南没有回答 但是这第二次呢 越南回答了 越南回答说什么呢 我发怒 以至于死啊 我都有理由 他向神吼叫啊 我这样生气啊 我死啊 都合情合理啊 真的合情合理吗 各位当我们在怒气当中 在很负面的情绪里面 我感觉到 我们感觉到 只有我对 全世界的人都错的时候 就是这种情绪 什么我们都看不出眼 所以最后的时候 第十节到第十一节 神就在第十节里面指出 其实越南 你心中里面 你所爱的是什么呢 神说这个这么卑微 生命很短段的 匹马 你都这么爱惜 神就引导这个越南去检查 你的心啊 是怎么样的呢 越南是真的爱这个匹马呢 不是 他是爱这个匹马 带给他的好处 所以神就引领他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的匹马 孤死之后 他就大闹情绪 因为他这个个人的利益 受到损害啊 越南 神就引导越南 你是爱这个匹马吗 这显示出你不是 到最后呢 神他要他 很诚实地面对自己 越南是爱什么呢 越南是爱自己 或者是越南只单单爱自己 我们呢 我们爱神吗 还是我们爱神 带给我们的好处 这个是今天晚上 神要我们很诚实地去面对的 也是当时 神就要越南去面对 所以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神就继续开导这个越南 他说 你看起来 你很爱惜这个匹马 但是这个泥泥围城 里面有这么多的人 还有这么多的信处 我岂能不爱惜吗 神就用了这个很温柔的 一个的问号 尝试帮助越南呢 从爱自己 转向爱神 然后再转向爱神 所爱的那些的人 还有爱神所爱的其他的 第十一节呢 就是给我们一个线索 这个泥泥围城 里面住了多少人呢 所以第十一节 是这么说的 上帝说其中 这个大城里面 不能分别左手右手的 有十二多万人 有两种的解释 第一种的解释 这不能分左手右手 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到那些小孩子 还不会分左右的小孩子 如果小孩子有十二万人 加上少年人 青年人 他们的爸爸妈妈 成年人等等的 好 第一个的古迹 这个人口 大概有六十万人 他只立定第二个的解释 第二个解释呢 因为当时的人呢 他们认为呢 右手是做好事的 左手是做坏事的 这些人啊 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啊 他们都分不清 什么是好事 什么的坏事 不能分左右的 有十二万人 好 如果根据这个 第二个解释的话 这个城里面 有十二万人 无论如何 各位 无论是六十万 还是十二万 在古时候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 庞大人口的 一个的城市 神爱他们 神关心他们 神一心要拯救他们 神就引导了越南呢 来贴近他的心 所以这个越南书呢 就以这第十一节 作为结束 用一个问号 来作为一个 这么戏剧性的 这个的越南书的结束呢 是否有点奇怪啊 在仙字书里面 有两卷的仙字书呢 是用问号来做结束的 一个就是越南书 另外一卷呢 就是纳红书 都是小仙字书 而且不懂是巧合 还是神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的 特别的旨意在里面 这两卷的书 都是在讲泥泥为成的 我们很想知道 越南最后到底 有没有回答神啊 因为神问她 但是圣经没有讲 我们很想知道 到底越南有没有回答神啊 也许放了这样的 一个问号在当中 正是今天晚上 神在问我们 如果是你 你怎么回答 如果是我们 我们今天怎么回答呢 我们承认 我们如果承认 人如果离开上帝 或者不认识上帝 他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我们有没有为这些迷失的人 像神那样的交集呢 我们对这些迷失的人 有没有像神那样 对他们显出恩典 慈爱 怜悯 以至于彰显成神 还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在他们当中呢 我们有多热忱参与 传福音宣教 我们有多热忱参与 教会里面所推通的 各样的 这个社会关怀的工作呢 我们有多热忱 去关心 许久没有在我们当中的 其他的弟兄姐 这些都是神所按的 我们不能代替 越拿回答 但是我们能够为自己 来回答神 神正在等待 我们给他一个 很正确 很贴心的 一个的答案 跟一个的心情 最后我要用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的经历 跟大家分享 这个经历看起来没有 也是平民淡淡 没有太大的 瓦西举心 但是呢 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呢 或者所看到的东西 所听到的东西 给我很深 很深的 一个的 一个的凡事 大概 这里都有那个的 热忱 大概十年前 我跟我的家人 就有机会去到 Tasmania 就是澳洲的 下面的一个岛 去到这个岛呢 的西边 去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 Sara Island的 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呢 其实离开这个 Tasmania岛不远 就在这个河口 外面一点点 这个河口呢 这个条河叫做 Gordon-Lewer 有什么这么特别呢 其实也不是什么 日门的一个旅游 去打卡的地方 但是我们来这边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是很有历史性的 一个的东西 一个的地方 这个历史 其实不是什么 光彩的历史 这个是大概 两百年前 当那个欧洲 开始有殖民的时候呢 把那些的囚犯 最大二级的犯人呢 把他们送到 几乎是天涯海角 几乎是很南边的 一个的 这样的 荒野的地方呢 在那边 关注他们的 一个的地方 在最高峰的时候 那边关了 一千三百多 男的也有 女的也有 他们被墙壁 做苦工 他们在寒冷的天气 衣服不够穿 食物不够吃 水也不够喝 在这个岛呢 没有那个天然的 那个的泉水 他们是靠雨水 你说你怎么知道呢 两百年前了 我们在岛上 发现呢 有那些 生雨水的 那些的汤器 这个真的很像 耶稣说的 那个的比喻 没有的吃的 没有的喝的 衣服不够穿的 生病的 在监牢里面的 就是说 你们有去关心他们吗 然后呢 在这个岛里面 我们就看了 有一个的 这个的 当导游 就介绍我们 告诉我们 这个岛的历史 你看到是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呢 如果那个犯人 做错事情还是什么呢 就关他们在里面 这个呢 是 扩呢 不到一个meter 高呢 这个的所谓的 小监牢 牢房 高呢 一点七个meter而已 所以各位 如果你像我 高过一点七个meter了 关在里面 就是竖起来的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他们根本是 没有被释放的 那种的希望的 每天会被边倒 五边 我就站在那边的时候 就是看回 从这个岛 看回这个河口 这个河口 有一个名字叫做 Health Gate 就是地狱的门 无论是这些船 在着这些的囚犯 从汪洋大海 差不多要靠岸 来到这个的Health Gate 为什么会称为Health Gate 因为那边特别大风浪的 很多时候船来到 都还没有靠岸 都沉了 然后船上的人都死了 或者是呢 从来到的岛上面 看回出去的这个方向 也是Health Gate 因为呢 是不可能出去的 就是在这个地狱般的 这个Seller Island那边 但是各位 即使是这样一般 大家都讨厌 大家都不要他们 大家把他们放到天涯海角 关在那边的 有很多的宣教士 来把福音带给他们 其中一堆的夫妇 叫做William Scott Field 有名有姓 他们真的是像耶稣说的 不够吃 给他们吃 不够穿 很寒冷 给他们衣服穿 喝了给他们喝 在监牢里面 生病 照顾他们 各位 这一堆William Scott Field 这一堆的夫妇 他们有最正统的神学 他们对圣经很认识 他们对救恩很认识 耶和华是有恩典 有怜悯 有慈爱的上帝 因此他们要把 这个恩典怜悯 慈爱的上帝 带到这些 大家认为的 坏人的当中 耶稣说 你坐在这些人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第二呢 他们不单止 没有跟他们 服侍的对象 保持距离 他们是亲身去到那边 跟些囚犯 一起挨冻 一起挨饿 一起在艰难的环境里面生活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把耶稣基督的救恩 带给他们 第三呢 我们看到 这对夫妇 当然还有其他的宣教士 怎么样摸着神的心意 他们知道 即使这些被放逐 被关在最遥远的地方 最偏远的地方 与文明社会隔绝的地方 这些人 都是神所爱 他们带着这样的心 来到这个Sella Island 来服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帮助我们 更贴近你的心肠 也帮助我们 当我们的眼光 只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让我们也学习 从你的眼光来看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一个 更大的一个格局 更大的一个眼光 也以至于我们 摸着你的心意的时候 贴近你的胸膛 去聆听你的心跳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一切的好处 都不在你以外 你依然是那个 有恩典 有怜悯 发慈爱 的上帝 是那个 引领我到青草地 可按些水边 也引领我走过 死因幽谷的 那个的上帝 我们敬拜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再次宣告 你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是我们生命的王 我们将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天上帝祝福 大家 弟兄姐妹 让我们站起来 唱首新歌 如果你有感动 有什么需要 祷告的 上前来 我们的讲言 我们基于牧师 会为我们祷告 或者在会领袖 那么唱首歌 Amen 阿men 美好的救助 换时刻 你是随时的帮助 是随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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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我的角度 我借不舍命的 愿胜服 我要永远 我们那位顺服的时候 就是永远 Amen Hallelujah 但因为那顺服上帝 他就永远 Amen 有什么不应生 但是难的就是 有什么吃亏 有什么不去的地 我亲爱救助 有谁能够叫我 与你的爱 我要无助 敬拜你 是随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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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永远 敬拜你 对啊 他是我们永远敬拜的对象 咱们心中 他唯一是我们的美业 没有人能期待他 永远都是唯一 没有人能够 能够期待你 我去救救 有谁能够叫我 与你的爱 你 我要无助 敬拜你 Amen 愿你永远能 喜悦我的生命 求你满足 我的刻骨 眼睛跟随你满足 求你满足 是的 求你满足 我的刻骨 眼睛跟随我 成熟 Amen 哈利利亚 谢谢你耶稣基督 给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信息 顺服就是蒙福哈利利亚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顺服你 哈利利亚 使我们走这个丰盛的道路 蒙福的道路 哈利利亚 把而且弟兄姐妹交托 在一个星期里面的 去的走的行的 都把交托 你来鼎领他们 你来祝福他们 使他们分别为圣 使他们得圣友谊 谢谢你 那些欺人们的 欺人们 求你干顾 求你给他们 一个安全的礼程 我们祷告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哈利利利亚 好 是 我想 现在 还是 你 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